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亲戚 就是老人口中经常提的 老大岁数也不结婚 没有正经工作 一个人在外面不知道干啥 现在这个亲戚好像成了我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终于把我最后一份工作给断干净了 嗨各位好 我是VV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背景换了 对 因为我搬家了 这次搬的比较离谱 夸给我搬 搬到韩国来了 首先在开始之前先查明 本视频只阐述我个人人生的生活态度 和观点没有任何炫养 这就是对的 或鼓动任何人学我的意思 既然起了一个这样的标题 那就先来解释一下 我之前的一个个人经济收入的状况 我的个人收入呢 自我毕业到今年的上半年 一直是保持在每年25万到35万之间 就还不错吧 我觉得是一个普通人比较理想的薪资 就这个收入情况 我本人就在上个月 刚刚全部抛干净放弃 并且毅然决然 那么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一段很长时间的一个自我挣扎的结果 首先先从最主要的原因说起 我的家庭 我们家是原始雨林 是大型生存型禁忌 没有教育 不看过程 只看结果 我一直都是野性生长 我们家养什么死什么 就连养些人长都死 而唯一活下来的活物 就是我 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 我的个人理念呢 就是家人就是我的全部 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前 我是没有人生规划的 就是我家人希望我做什么 那我就做什么 我爸呢 因为他自己原生家庭的原因吧 他思想有一些偏激控制欲极强 他希望我要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去成长 这件事情本来在我上年时期 他对我病态的学习方面的要求 终究得以窥见 我上年期间 人生只有学习过的也挺痛苦的 但那段时间 我和我爸至少就是目标是统一的 所以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大学毕业以后就不一样了 我爸对我的愿望改了 他希望我立马嫁人生小孩 怎么可能嘛 因为在他的观念里 25岁以后女人就不值钱了 而此时此刻 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自然觉得自己对自己的感情和婚姻 是有绝对的自主选择权的 我不可能像我爸小的那样 立马就能随便找个人嫁了 也绝不认同25岁以后 女人就不值钱的想法 开什么玩笑 我又有钱又好看 为什么要等着别人来挑我 因为结婚和孩子都不是我 人生中必须需要的东西吗 但很遗憾的是 我爸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人生梦想 所以当他得知我人生中头一次望婆婆 按照他的想法去生活的时候 他居然觉得他要断子绝孙了 他的人生没有意义了 他甚至觉得我不过他口中正常人的生活 是因为我的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 然而我根本没想到的是 就在我提出意义的一瞬间 我居然失去了父亲对我的爱 并且迎来了长达两年半的家庭的暴力 因为我一时间无法接受的是 我原来跟我爸关系超好 这时候在大学期间的时候 我们甚至都能手牵手一起 再这样跳来跳去 像这样 但就从那一天开始后一夜之间 我在家的每一刻生活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不能有情感方面的一些流露 比如说我不许撒娇 不许生气 不许顶嘴 甚至我觉得我都不可以呼吸 我只要存在就会挨骂 换个字大骂 再换个字 乳骂 我真实的理解了 爱是会变的 但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个爱的改变 只是我想自由幸福的选择自己的感情 我不理解我爸嘴里的正常人的生活 为什么会比我愿意 我幸福都要重要 最起码当时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尝试 改变过上一辈人的观点 反正这几年来我尝试过上百次 从未撼动 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 可能我爸是怕以后没有人照顾我 但事实证明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传宗街坛 那我就要去证明我很厉害 我不比男人差 我能赚钱 我能照顾好自己 从而我走入了另一个人生五区 我开始拼命工作 从2018年到2021年的上半年 我是有一大部分时间在做三份工作的 一份接近铁饭碗的工作 我们前身半饭碗 这是我一毕业就考的工作 没错 单纯是因为我爸想让我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我真的不太喜欢 一份某汽车品牌的市场营销工作 这份工作纯属是为了偷试学艺 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 关于广告公司的工作 但我没有那么神 因为半饭碗那个工作呢 没有严格的做饭制度 某汽车品牌呢 是出场任务 一周呢去两次就可以了 剩下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 是这样我三份工作才得以周转的 所以我大概只是比普通人多了 那么一点点的认金 但反正就总之 我好累啊 其中间隙还在做自媒体 你们知道吗 我好累啊 但事实就是我拼命的工作 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并没有改善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 无论我做多少工作 像是花孔雀一样 在我爸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 他只能看到 你没有男人 你没有孩子 于是我的精神状态 就在持续不断的家庭冷暴力 无法获得的认同感 直年轴转的工作日程下 没况愈下 对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依然没有想着离开家乡 去换个环境什么的 一是因为我的工作已经非常的稳定 虽然很累 但是还收入颇风 二是我对之后的未来 充满了不确定性 并没有太多勇气去走出舒适圈 三是我还没有放弃 去改善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我只要够努力够强大 就总有一天 我爸会认可我 当然事实证明根本不行 但在那样一个长期高压之下 我也积极地开展了自救 在那段时间 我去了很多个国家 很多个地方 交了很多的朋友 虽然治标不治本 但能继续过活 然后直到再后面 这是我第二次断更的原因 我们家发生了一点事 是我最害怕的 就是关于我家人的身体 那段时间我跑遍了很多医院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真的是很深切地感受到了 生命的无偿和脆弱 然后再加上那段时间 我那份很不喜欢的 就是半饭碗的工作 就是又拿不到多少钱 还要占用你很多时间的工作 然后突然变得烦蜜起来 我被每天的日程压得喘不过气 我一个一直忽视的 然后但是其实在长期积累的 那样的一个负面情绪 随着这次情感的海啸 终于压垮了我 我大把的掉发 没有食欲 睡不着觉 没有想干的事 没有喜欢的东西 有一天我就看了心理医生 我的精神状况 已经到了非常不好的地步 是已经到了 需要靠药物去治疗的情况了 也就是那天晚上 我看完医生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一抬头发现 我看不出天空的颜色了 不好意思 突然在这个时候 提一个这么感性的东西 但这件事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天空是一个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是一个我在很艰难的情况下 忘很久 又能坚持下去的东西 因为我总能在看天空的时候 觉得我会有广阔 且自由的未来 但就在那天我发现 我看不出天空的颜色了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活着呀 我又是为什么要活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25岁之前 我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自以为的为别人活着 我一直都在很努力地去寻求 家人对我的认同感 然而事实 就是不管我怎么努力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我都没有办法让我爸感到满意 我永远都无法成为 别人想让我成为的样子 但是我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我不想在活在计划里 也不想在活在社会所说的 你应该你 我想痛痛快快地去体验人生 所以这之后我的第一件想法就是 我要救我自己 我是时候给自己的生活按下暂停键 我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为自己而活 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有想出去留学的想法 不是为了学历 就是想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不同的人文环境下生活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我算了一下 它整体消费还是蛮高的 然后我也不想花家里的钱 因为花家里的钱 自己就没有主动权也没有话语权 反正诸多因素 我就放弃了 于是我呢就匆匆地回去盘算了一下自己的积蓄 刚好 一周内联系了留学中介和语言班 开始学语言 很奇妙的是就当我开始做这些事情时 我反而开始逐渐的平静 然后正好运气也很好嘛 就本来都不知道今年能够出去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正好我有一所心仪的学校 它不需要语言成绩了 我就很认真地准备了面试 然后靠面试进了这个所学校 这些都是我在半年内做完的 so 然后现在就是现在 生活嘛 不一开心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我想做啥就做啥 至于未来 我也不想管了 我瞻前顾后的时日太多 瞻前顾后太累了 思前想后也太累了 我只想现在的 好好地过每一天 人生不能掌控的东西太多了 我唯一能掌控的 只有我自己的勇气 所以我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与其给自己画饼 我决定只要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只要物质条件一达到 我就立马立刻立即 我就要去做 做比说重要多了 人生的质量也永远比它的高度要重要多了 人生指不定下面就会发生什么 搞不好明天就会嘎屁 这个是那一段很痛苦的经历 教会我最大的一个道理 挺高的年薪 你问我放得下吗 我放不下 我从一个小不敬案的生活 现在又变成了一个穷苦的留学者 但我一定不会后悔 今天我做出的选择 以后的事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是5点56分 各位所见了 我现在正在机场准备过进去韩国 我已经想过了千变和万变 这已经是在现在我的这个时间段 我能做出的对我自己最好的规划和安排了 所以我不会后悔 刚才这边的后期完小哥 穿的还没有我们的游客小姐姐演示 我真的好牛 好恐怖有利艺人 我接机的大哥来接我 是不是正在帮我们拿行李 我接受这个选择 给我未来带来的任何的后果 并且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承担 这发表感业以上的人生态度 仅为我的个人意见 并未强迫任何人接受或者是改变的意思 仅是做我自己做一个分享给大家 大家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我是BB 祝大家都能度过自己闪闪发亮的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